佩恩 人家猜她28歲 可是妳自己實際年齡幾歲 47.10 硬要差兩個月 硬要不說 妳有47喔 對 我快48了 妳真的有吃防腐劑 真的 下一頭 妳可以講嗎 我可以 現在都可以講了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以前那個年代演藝圈 沒有都不能講 都要 因為現在都維基百科的到 都常常到了對不對 不要騙人了 對 不用騙人 下一頭真實年齡幾歲 我今年是34 所以妳搭飛機也常被搭訕 就大家說去哪裡 做些什麼 然後最後就問到我幾歲 然後我就說 我就不說謊 我就說我74年次 她說1974 因為她是外國人 74 她就說她不相信 然後我遇到這種不相信 我覺得我沒有要說謊 沒有要騙你 因為不是找什麼 就把那個護照拿出來 她說哇 什麼 然後就做 就是從此再也沒跟我聊過天了 就沒有下文了 對 我自己還看一篇文章 就說保養得多好 就是這些姐姐型 這小男生也傻傻搞不清楚 要不要加個線 要不要換個什麼 或者什麼東西的 然後女生都 不要啦 不要 那男生很 小男生很害怕 一直來一直來說 女生最後翻臉 我都可以當你媽了 你知道嗎 是不是 對 我真的遇過 妳也被小弟弟搭訕過 就大概去年而已 然後因為我去門市 就是看一看循循 然後因為那時候疫情比較嚴重 然後我就 反正我就戴個帽子 然後戴個口罩 然後穿短褲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我同事 結果就一個外國的弟弟 就過來跟我搭訕 然後問我說 因為新衣區那邊 很多小酒吧 就問我要不要去喝一杯 什麼什麼 我就穿這樣 那天我就穿這樣 妳太過分了 所以我那天 47歲 然後給人家穿這樣 出去外面逛街 對 然後他就 我一轉合看他 我心想說 是 我都可以當你媽了 有一陣子聽人家說什麼 吃完要吹吐 然後我那時候 跟我的同學 我們兩個說好 可是我們一起去吃完午飯 然後一起去廁所 可是自己在那邊弄 吐不出來 他就說那我幫你弄 然後你幫我弄 我說好 我們那邊在廁所 兩個就在那邊這樣 吐不出來 妳就是傷開嘴巴 他幫妳壓 因為我們不敢 就是 就伸不進去 對 就會怕 然後他說那 幫對方這樣子用好了 結果後來聽到對方 就隔壁 就有一個人就出來就說 你們不要再吐了 我已經吐了 我吐了 然後就隔壁的時候 他聽我們這樣 他自己很反胃 他吐了這樣 人一定要他的心智 是在那個年輕的心智 然後他的長相就不會老 而且天生就愛漂亮 而且他靈魂 在這個二十八歲 這個當中 你看他就敢去穿 二十八歲的衣服 是 所以現在年輕人 包含年輕人在流行什麼裝 眼妝什麼裝 他都敢嘗試看看